假如一个人的自然寿命是在90岁左右,那么我已经过完人生的三分之一。 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时间,我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, It's never too late to start。 经常会有家长发信息向我咨询英语类、音乐类的学习信息, 比如说孩子几岁可以开始学英语和音乐, 老师乐器要怎么选,孩子不爱练琴怎么办。 我并不是音乐学院毕业的音乐老师, 但是我乐意和大家一起分享我自己的乐器学习经验。 当我练琴遇到困难或者说有倦怠心的时候, 最能够激励我的就是这一个韩国小朋友的练琴进度视频。 他练琴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快乐,提醒着我练习的本质是让自己变好, 音乐是能够让人变得聪慧快乐的, 而要达到这种高级的快乐,一定要付出汗水和泪水。 小朋友,向你学习。